这个男人没钱结账 于是用手进行扫描 随后来到更衣室内 大量现金从身上落下 接着鲜花一紧 几枚带着味道的钢棒掉了下来 而黑哥当刚从超市出来 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闷闷车顶飞 哭斥一下躺在了地上 女人急忙上前看看男人有没有事 黑哥却一下坐起来 但他的脚已经严重变形 而黑哥却转身就迈着性感外巴离开 下一秒他的耳朵就自动打开 里面的小人抛出一个棉线球 一直落到刚刚变形的脚上 随后小人顺着毛线 脚底踩着九块九的西装 身体静直地往下落 一直落在男人的小脚处 小人按住旁边的开光 一个肛门直接打开 小人发现男人只是受了点轻伤 这时黑哥突然打了个喷嚏 居然把两个小人从他体内喷了出来 懵逼的男人看到坤哥正在打篮球 眼看意外就要发生 二翠立即把男人拉到旁边 可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突然出现 强哥立刻拉着二翠往外跑 刚一回头 一个老六拿着古风机 险些把男人送去西北 而二翠被吹到路中间 强哥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车 而二翠的脚底被口香糖粘住 于是强哥一路小跑 可就在这时 一辆出租车静直地朝他们开来 眼看就要撞到 二翠立即把强哥按倒在地 这时强哥发现不远处的塑料袋 而一个大胆的想法顿时油然而生 两个不到十厘米的小人 抓住一个塑料袋 而此时的建筑工人还在备考清华 丝毫没有注意到这诡异的萤幕 被挂在雨刷器上 于是急忙往上爬 但出租车司机却不讲武德 蒙逼的两人瞬间蒙逼 而此时目标人物出现 强哥和二翠紧紧抓住雨刷器 稍微一松手就会隐恨西北 就在这时 强哥放手一搏 身体被甩到黑人的鳄鱼皮鞋上 但黑人却一把抓住急速开来的计程车 来到海边的他轻轻一挥 海面上出现一具龙卷风 而他的掌心出现诡异的蓝光 与此同时 海面上一个巨大的漩涡形成 而海里一个发光的球体飞出 直接被小黑一下抓住 伴随着海面也恢复了瓶颈 接着小黑使劲轻轻一挥 乌云密布的天空一下出现了彩虹 而男人却底下头 旁边人却询问需不需要帮忙 但他却说道 我们没有能量了 我们回不去了 一切都结束了 可这到底这么回事 原来小黑是一个外星人 不久前一颗火星划破天际 接着一下砸到地上 在这自由女神像下 一个男人却倒立在深坑里面 他的脑袋直接埋进了土里 这时黑哥却站起身来 接着张开双手 一道诡异的雷电 直接修复好男人的身体 与此同时 男孩正在用望眼镜查看天空 这时一颗流星直接打破了玻璃 一个神秘的球体掉进鱼缸里面 而黑哥此行的使命就是找回能量球 这样才能回到自己的星球 但他却不适应人类的世界 于是一出门就被车撞 而车主热情地邀请他回到家里 却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机器人喝下一杯水 而住在他体内的外星人 一下被洪水淹没 有的直接被冲到石道 而男人抱住机器人的喉咙 掉下去就会隐恨西北 接着黑哥又拿起一颗蛋 放进了盘子里 并露出诡异的笑容 单身30年的手速 一下把鸡蛋可都打得吸碎 面对黏人的喵星人 一脚就送他去西北 这时强哥发现能回星球的能量球 在女人的儿子手上 于是为了找到男孩 强哥来到学校应聘教室 很快他适应了人类的吸体 用了不出三秒时间 就把一个老师一天的工作量完成 而这速度瞬间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 学生让他削铅笔 黑哥直接放进鼻孔里解决 很快黑哥就得到了男孩的信任 并询问他能量球在那里 而男孩却告诉他被同学抢走 可去寻找的路上 却遇见一个抢遍力电的匪徒 面对小卡拉的攻击顺手就解决 而丧彪准备开枪送黑哥去西北 这时他轻轻一捏枪口就变形了 匪徒发现遇到狠人了 于是转身就离开 接着黑哥来参加大卫王的比赛 毫无疑问黑哥稳操胜券 将面包不停地往身体里面塞 没一会就赢得了比赛 但他体内的兄弟就遭殃了 终于在回家路上的发现了 抢走男孩的能量球体的男孩 于是把他的身体倒立过来 终于找到了能量球体 黑哥为了感谢男孩 准备陪男孩继续玩玩 可没想到在丢出球的那一刻 力量太大直接打到脑壳里 很快强哥被送进医院里面 而医生用电机疗法时 不料直接给黑哥续能 就在这时准备做磁共振时 黑哥的身体直接被吸附在机器上面 再经历几天的陪伴 二岁邀请强哥最后参加舞会来道别 但体内的外星人也直接跑出 准备学习人类的文化 这时黑哥看到了这一幕 直接把他吞到了酒里 但此时FBI怀疑黑哥是外星人 因为不久前陨石的落下 惊动了漂亮国的高层 于是FBI开始询问他来地球的目的 这时黑哥体内的外星人出现叛变 丧彪认为对待人类的暴力应该要用暴力应对 于是他成为了机器人体内新的统领 随后黑哥站起来伸出手指 下一秒两米后的墙壁瞬间被打破 面对小卡拉的攻击 直接一下回应 而背后的小卡拉继续开枪 但是都被黑哥以相同的方式回报 走出门看见FBI的消防车 于是伸出手来 直接把他们的闷闷车摧毁 随后丧彪操控着黑哥来到海边 准备将地球的能量全部吸附在能量球里面 带回自己的星球 这时强哥打破了丧彪的计划 他准备和人类和谐相处 可就在离开时 却不料被FBI的欲望网住 于是将脚上的螺丝松开 留下了一个破乱给FBI研究 而外星人危机成功被打破 很快人类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